我们来看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就是 所谓的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什么道高一丈呢? 就是 他知道说很多大家都会写爬虫 所以他也会想办法反爬虫 所谓的反爬虫就是 不要让你爬 OK 所以他会用很多方法 那至于会用哪些方法 可能每一个网站都会有不同的策略 OK 那当然比较大的网站他会做 像Google 像YouTube 现在就会有防止人家爬他的清单 或者爬里面的影片 而且很夸张的就是说 像我之前上课教人家 用Python去爬YouTube影片 他居然把我那个影片列为是违规的 然后我申诉 申诉结果呢? 没用 他觉得你就是违规了 我想说我上课教 教的是Python 重点在Python 但他认为说 你不应该装我的影片 他重点是看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 自由软体的大公司 他不会听你的 因为他没有跟你收罚好钱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是跟他是 就是我付他的费用 他提供我service 那当然他有义务 可是问题 他没有跟我收罚好钱 对不对? 而且 YouTube他还会付我广告 那个过益 只是说他给我黄牌 黄牌如果你再一次黄牌 你以后就会失去那个 就是过益的机会了 所以我就很小心 千万不要提到那个 所以这一题我不能教 没有啦开玩笑 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 我重点 可能有一些 就是关键字我就不要讲 什么 那个公司 G公司 就好了 OK 那 这感觉好像有点像那个 就是言论不自由的国度一样 很多关键字就不能 就是 对对对 比如说 维尼 什么维尼熊 什么 你不能用那个关键字 因为那个关键字 你就会收到警告 OK 所以 那其实就是我刚刚重点就是说 像如果 我们要抓Google的结果 那基本上 你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传递一个参数 他参数也是网址上面会显示 比如说我Google 吴老师教学的关键字 那理论上应该就会显示出来 但是你会发现 我照一样的方式 去做 OK 你们可以自己在观察 因为做法差不多 那你会发现呢 你基本上是抓不到任何东西的 像这个 你们可以参考 那个 云端百版上面 第2十页 这一段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主要是要去述说 他怎么样 防止你抓资料 那比如说我今天 我Google一下 比如说关键字 糟糕 倒到消音这样 然后 搜寻 比如说关键字 我打什么 打吴老师 比如说这个 当然你们可以打别的没关系 OK 然后 理论上应该就会帮我把那个结果把它列出来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结果 它好像就没出现 好 Enter一下 它 结果呢 居然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 没丢给我 为什么 然后呢 我发现 找到原因了 原因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是爬虫的话 那你用request抓丢讯息给它的时候 它会知道说你不是一个浏览器 如果你不是一个浏览器的话 那我不要给东西 OK 那它为什么会知道我不是一个浏览器 对 就是说呢 在参数里面 实际上我们在丢一些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少一些像那个header 就是它开头有个 那个header如果你把它加上去之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了 模拟出你就是一个浏览器 可是你要怎么模拟呢 也就是你必须要在request request.gas后面 我们本来是加一个网址 那现在呢 只要再多一个参数 那个参数的话就告诉它说 我是什么浏览器 我的版本是多少 大概大概一堆啦 可是问题那个东西很长一串 那我已经帮各位放在那个 我们的云端上面了 其实只要加一个header就可以了 那这个header 反正我就随便模拟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是 反正这一串实际上呢 就是让它告诉它说 我是Chrome的浏览器 然后我Chrome浏览器是 这个75 等于是我那个版本 是这样 那所以这一串 我玩不管 我就把header 这一串先把它C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程式的 这个request上面这里 request.get上面这里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这个header 有没有 把它加到哪里呢 加到request里面 再多一个参数 到点 到点后面的话呢 跟他讲说 这边其实里面需要一个request 我们把这个request 这个需要一个headers headers等于这个参数 headers这个参数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headers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我再多一个 这个参数给他 好 关键就是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呢 我有点像伪装 我其实不是一个浏览器 但是我伪装成自己的卵器 那这样的话呢 看看有没有骗过 鞠公司的搜寻 请 OK 好 试试看好了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等于是多一个headers headers 然后最后的话 我google看看 刚刚google 吴老师 其实我google吴老师看看这个关键字 那你们可以google别的没关系 必须要这个关键字 刚刚是没有东西 诶 有没有发现 我加了headers之后 他的这个资料就通通出来了 有没有 OK 那执行一下 这个关键字比如说 我打那个 别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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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就打 比如说吴老师教学 我们用这个关键字 这个连结 出来的全部都我的 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这个都 因为我有两个部落 两个分站 一个是主站 一个分站 这个是我的YouTube频道 OK 这里下都 好 那这样就显示出来 所以 这一个范例主要跟各位讲 就是有一些网站 他会去侦测说 你是不是爬虫 如果你是爬虫 他就不给你资料 那如果你想要反爬虫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OK 所以哦 将来你会遇到 但一般正常是没有反爬虫这个东西的 但是因为呢 现在爬虫越来越普遍 所以呢 很多网站 开始也会需要有人做 反爬虫的动作 所以也就是说 可能未来有专业人才需求是需要爬虫 那个技能 那因为爬虫的人太多了 可能之后会需要另外一个专业 叫什么 叫反爬虫的那个人员 有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网站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 可以防止别人来抓我们 或者窃取我们家的资料 那我们可能只是要让他看到 但是不要让他抓 有没有什么方式 有没有 但是又不要造成他的不方便 有没有什么方法 OK 那之前好像欧盟也有在讨论说 到底爬虫这个行为 是不是有违法的问题 应该随时啊 你说的是要插螢幕画面 他马上那边就有点 哦对 他会侦测说 你也没有在抓那个 就是 应该是copy的动作嘛 press screen 对 那是那种东西 或是要剪画面 全部都会点 所以他会侦测你那个键盘的动作 嗯 就是 比方说你 这边不是有那个卡画面的样子 你只要一开前来要卡 它马上去 所以 所以等于他背后还是有反爬虫的机制 他只是说他怎么做 他有分成前端的 有分成后端的 像之前 如果你要反 还有另外就是 如果他用JavaScript 有没有 你有时候不能按右键 有没有 那其实很简单 你就装一个 一个小外挂 就是把JavaScript 这个Disable掉就好了 如果你把JavaScript Disable关掉的话 那本来不能按右键的 马上就可以被有 就是有些网站 网页他不让你用Ctrl-C 那些都不行 但是主要他是用JavaScript 的话大部分好像都是 这样的匹克方网页就是这样 很简单 就是装一个JavaScript 把它有一个开 ABLE跟Disable的 好像在Chrome浏览器里面 你们找一下 应该就有类似的东西 可以让那个JavaScript Disable掉 那这个就可以做到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 我怎么样可以防止别人 做我不想要他做的动作 我自己可以分享 但是我又可以保护 这个有时候其实也是蛮两难的 OK 所以这个刚刚这一题 请各位可以练习 试着做做看 OK 那再来的话 这个大家理论上 大家就先讲到这里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有讲到有一题 就是说 那个TQC官网上面的这个 认证效益里面的考生见证 我刚刚有提到 如果我希望把这个网站里面的 六个页面的所有的图档 通通抓下来 然后分别存成一个一个的资料 然后把资料里面就把图放进去的话 那该怎么做 OK 这个好像还蛮好用的 所以待会也许再来看这一题 OK 这也是之前的同学问到 后来回去我就试一下 发现其实不难写 OK 程式也不多啦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先看一下那个 第0609 那0609第一个练习 就是存施政隆先生的照片 这个比如说在哪里 单位介绍 然后这边有个单位介绍 单位介绍 比如说这个里面我想要把施政隆 的这张照片存起来的话 程式非常简短 只需要呢 这个在0609里面这边就有了 只需要 总共五行程式就完成 OK 一个是request 一个是存档 因为存档你会发现 存档这个之前我们讲 存csv的时候常常用到 其实就是类似 存csv的动作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